分享健康,分享快乐,分享鱼菜共生 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在网上买了一些鱼苗 买了点鲫鱼,草鱼,还有草精,十条草精 我也不知道养什么鱼,所以先买这些小的回来试试 哎哟,这个草精有一条好像不行了 这个是鲫鱼还是草鱼哦 我也不认识 死了一条 大部分的都还挺好的 先放在盆子里养吧 这边的水我已经放在这个外面,已经晒了两三天了 我直接把带子放到盆子里面了 这些鱼儿经过长途跋涩来到这里 他们也需要适应我们四川的气候和水的温度 先让他们在带子里面 适应一下我这个水的温度 不知道是不是太冷了 我的浮年都被冻伤了还是怎么的 叶片都有点发黑了 水养植物也会被冻伤吗 真是 又不是特别冷 又没有下雪 还被冻伤了 好了 过个三四个小时 我再来把带子剪开 把鱼放到水里面去 鱼我全部放到桶和盆子里面去了 昨天快要天黑的时候我放进去的 经过一晚上 今天早上一看呢 鲫鱼死掉了两条 还有三条在那奄奄一息的 我已经把它隔离起来了 哈哈 草精 昨天的时候就一个不行了 所以那条已经死掉了 其他的都还好 都跑到浮年叶片底下藏起来了 呵呵 这边的草鱼也都还好 就是鲫鱼死了几条 现在看起来状态还不错的样子 不知道他们能活几天 分享健康 分享快乐 分享与菜共生 我是风信子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呵呵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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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